再来关注一下春节返乡 距离春运开始只有三天了 很多农民工都已经陆续回家 在他们的包裹里面都塞着什么要带回家的年货呢 过年回家开不开心 开心吗 开心 开心的 开心开心 开心 千真道柔乱 那当然了 一年回一次 带的呀 有很多了 带什么了 能不能给我们看看呢 北京烤银 崩草葫芦这种 这都是辣的 这是北京特产 买的什么北京买的 烤鸭 北京烤鸭 那北京烤鸭 还买其他的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北京的土产 就是糖果啊 这糕啊之类的 就买的北京土特产 都买什么了 就买果果啦 什么稻花香那个点心 给父母买的衣服 就是给我 我姐买的药 还有买的药 嗯对 还有什么呢 还东西 东西太多了 就是买的药 嗯对 我刚刚买的 刚刚给他买了一件首饰 哦我买的多了 你买什么了呢 我买的东西啊 鞋子啊 什么东西的都有啊 那买那些 您不怕家里人穿不上吗 没事没事 他们我知道了 酸奶 我亲爱的酸奶 买了点小的 羊肉 嗯 小的 带一点糖果 就买了点这个糖果是吧 嗯 还有一个东西 就糖 这买了点糖 嗯 你们买点其他的东西吗 不知道是不是 东西都不好了 就没完呢 就买到睡觉再买 带鞋回去就行了嘛 呵呵呵 祝福全家平安幸福 我希望父母身体安心 希望我这一家 我早就回家 好了 我能找过 男人回家 都是一样 祝福老婆孩子 大家 都快乐 呵呵 祝福全家 还是两个种 一样的生活 我也回家了 这会儿他们 心情愉快吧 呵呵 谢谢 呵呵呵